一輛白色休旅車 撞上分隔島上的指示牌 右側的車頭幾乎全毀 連車內的安全氣囊都爆開 翔健當時撞擊力道相當大 經銷後報趕緊到場處理 但是車子到底怎麼開的 會開到分隔島上 帶你來聽一段訪問 為注意車前的狀況 詳細造勢原因及責任 能帶交通大隊分析延範 53歲的造勢駕駛 2號深夜 開著多元計程車 行經高雄中華四路 因為謊神自撞分隔島造勢 不只車頭全毀 他自己的左手也有輕微擦傷 而當時車上不只他一人 還有閩函級遊客 則是頭部擦措傷 送醫治療 醫師清楚沒有大礙 因為一時開車謊神釀貨 這下修車金額恐怕不少 也讓韓國遊客飽受驚嚇